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及節目資訊 馬上追蹤 希望你支持 加入我們 一起建造全新的香港人網台媒體 這集就是爆粗港股再加推背圖 因為當中談及一隻股票 這隻股票講了河 早於半年前 我認為已經講了幾多 其實也在昨天的1點新聞裏面 就早作如是 就會講這個中芯 為什麼會是爆粗港股兼推背圖 因為作為一隻股票 它絕對會令到人爆粗 中芯如果有些網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話 它就是由台積電的張宇晶 曾經過到中國創立半導體公司 當時張宇晶 因為他的細心被台積電收購 其實當時不是被張宗謀逼走 他就想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不如回中國發展 創立了台積電 曾經被台積電告過 因為他將一些台積電 認為是機密的資料 抄過去 並且叫了很多台積電的人去創業 所以中國的晶片發展 能夠到今時今刻自吹自擂 可以做到五納米 全靠台積電 但又不需要靠誰靠誰 總之現在中芯就有他的成就 好了 張宇晶離開之後 梁孟松接手 梁孟松對於台積電 心有不甘 當時他離開了台積電去到三星 曾經被台積電告就贏了 所以他不能夠再為三星效力 走去台積電 當時梁孟松是台積電的六騎士之一 有份把台積電帶到世界頂尖的地位 當時他幫了三星也很厲害 但當台積電幫他 幫他把他的制程突飛猛進 包括二十八至十四 十四甚至七 好了 去年到年中 美國商務部長雷孟道 走去中國訪問的時候 雷孟道就很強硬 繼續科技制裁 而當時華為出了一部橫空出生的 Mate 60s 手機 聲稱是自行研發 用中芯七難易的制程 當時出了這宗消息 全人類追到出血 我相信大家網友都知道 什麼叫追到出血 總之是打飛機打到飛天 總之突破你的封鎖 那時候我在不同的平台做了好幾集節目 包括台積電怎樣走出來 中芯是怎樣發展到今時今下的地位 就是靠台積電的後補 就是靠台積電 所以如果當美國台灣不再被台積電的人才 或者嚴格封鎖的時候 我就看看你中芯能夠發展到什麼的地步 這是第一 第二 你做到五七難米 靠的是DUV多重曝光 這個講過很多次 就是量率是會很低的 我不肯定它會不會量率很低 但我想說的是 當大家都不知道中芯的量率有多高的時候 大家根本就不能去評論 照理應該是量率是低 但我們不肯定 你不讓梁萬松有個人之長 用DUV多重曝光都可以做到量率很高嗎 我們只知道量率很高是很難 就算連三星 這已經是世界第二的晶圓代工都望塵莫及 好了 當時做了這個之後 還有再講當時用DUV多重曝光 不是什麼很厲害的技術 兩年前就已經知道會做到這個 問題就是你的成本有多高 以及你的量率有多高 而影響到你的利潤有多高 你說我不需要靠利潤 總之我只是扔錢去做 那都可以的 沒有說不行的 但這件事只是幫你燒銀子 當時我講過這些東西之後 中芯的股價大概是22至25元左右 那我就借了幾個 現在中芯跌到14元 由20多元跌到14元 我先拉長一點 上年的8、9月就炒到20多元 就是因為幫華為做7納米晶片 那為什麼25元跌到14元呢 終於大家都覺醒 就是賺不到錢 是不是 就是賺不到錢 近來一兩件事發生了 首先就是Financial Times 報導中芯 可能會做到5納米製程 第二件事就是出了最新業績 這份業績就完全引證我 還有很多真的懂晶片 我不敢說我自己懂晶片 真的嘗試了解晶片 那個盈利模式的人 就完全是我們所預言 就是你中芯這樣去用DUV做7納米 成本是很高 利潤是很低 三個字就叫燒銀子 這個你說厲害不厲害 都厲害 不要說不厲害 你在沒有EUV的情況下 這樣做到7納米 不要說不厲害 但是這間公司的數字就很差 正常的投資者 就不會買這隻公司 除非你是一心想奉獻你的祖國 可能是 就幫他 就扔錢給他 跟他研發這個高製程的晶片 除非是這樣 就是你幫忙去贊助他 你就不是為賺錢 就不是為股價 如果不是 是沒有可能買中芯 買中芯 這個半年前就說了 如果有網友聽到的話 如果你有曾經打算去聽 而因為我這集節目 而去打燒這個念頭 我又不要說到這麼誇張 說你因為聽完我節目之後 去沽 我不要說到這麼馬毫跑 只是你避過這一劫 我希望你給我一個訊息 就說OK 多謝你 請我喝杯咖啡 請我喝杯咖啡 好了 Financial Times的這篇報道 說些什麼呢 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中芯將會為華為 做五納米晶片 這就是華為所謂的麒麟晶片 這是第一件事 證明晶片是真的要講製程 記得當時做了七納米的時候 除了這個技術 根本就是量力量很低 也不是什麼很厲害的技術之外 就算當你做了七納米 你和台積電的三納米 差不止十年 當時的說法就是 你做一部手機 要不要鬥到五納米、七納米 那現在就自打嘴巴 你不是要做五納米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世界正在進步 是不是 如果我給得起錢 我要買當然買一部最厲害 你說其實你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我們是不需要知道有什麼分別 我們只知道五納米是最厲害 那就行了 就像當時我們買電腦一樣 由什麼二百六、三百六、四百六 一個核心、雙核心、四核心 你說叫我們解釋有多厲害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知道我們要買最厲害的東西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現在根據消息人士透露 就說這個中心就會幫華為做五納米 我心想 好啊 死得快點 你幫華為做七納米 都已經做到你一批街 那樣 你知道這樣做法很辛苦 為什麼呢 整個產能是會被耗盡了 兼良率低 即是貼錢買難受 你那個 也有個說法就是 人家會供多藝術的 沒有的 即是等於 我叫你去 去煮飯 但我只要你轉目取火 喂 你供多藝術極 你都不會救人家用 加士爐 煤氣爐 很厲害 假設你每頓飯都要轉目取火 對吧 即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喂 你有個物理極限在這裡 你用七納米 竟然做到死了 上一季的毛利率 竟然不斷跌 你現在還要做五納米 行 量率就更加低 量率更加低 即是說成本更加高 要麼你就華為燒銀子 要麼就中心割肉為營 那你就自己選擇 那你最後可能做到五納米 你就自己搭飛機 做一張 蝕一張 就算不蝕 利潤很低 你的成本要麼就是國家硬 要麼就是華為硬 要麼就是中心硬 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了 那你說這麼多 中心是不是真的 人家做到五納米 不認識的就嚇死了 還有七納米 這樣 說什麼都是假 就說他的財務報告 我呢 都算是這樣 我就故意為大家 直接看了他的業績的年報 亦都和大家拆解一下 所以這個呢 除了爆粗港股和推背圖 都算是還有一些財經BB版的 這個台積電 截至上年 十二、三、四日 即是上年第四季業績 第一 銷售 一千六百七十 sorry 這是十六億 十七億 美金 十七億美金 左右 好了 收入也算是不斷增加的 重點了 無利 OK 二零二年第四季 是五億 二零二三年第三季 三億 剛剛過一季 兩億七 為什麼呢 你說到這麼厲害 你說到為華為供貨 你說到五納米製程 你的無利會越來越低 人家台積電 是屢創歷史新高 你還要做了中國的生意 你可以的無利越來越低 是嗎 無利率 二零二年第四季 32% 跌到20% 跌到16.4% 這個說的是無利率 你知道台積電的無利率是多少嗎 55% 台積電100元賺55元 無利 你100元 無利賺16.4元 那你說技術水平相差多遠呢 是嗎 好了 利潤 股東應佔利潤 九億 跌了一半 跌一半 有什麼原因呢 過去一年半導體行業處於周期底部 又不見人家市 人家第四季業績厲害了很多 有些人賺錢 他說 全球市場需求疲弱 行業庫存較高 去庫存緩慢 同業競爭激烈 受此影響 平均產能利用率降低 晶圓銷售數量減少 即是兩件事 庫存過多 庫存過多 什麼意思呢 就是產能過剩 鬥便宜鬥缺 沒理由 高制情那些 不是只有中心才能做到嗎 沒錯 高制情那些 他賺不到錢 低制情那些 就被人鬥便宜鬥賤 你還要是中國最強的那間中心 你可以想像前景是怎樣 是多麼亮麗 好了繼續看 繼續看 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下怎麼看的業績報告 最上一季 17億收入的 其實只是增長3.6%都很少 好了 我覺得很有趣 毛利2.7億 剩下減完開支的經營利潤 只有1億 17億的經營利潤只有1億 咦? 但是他有其他收入 什麼來的呢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拆解 他只是經營的本業 是賺1億4 其中其他收入是賺1億 即是說他的利潤裏面 只有一半是本業 一半是其他收入 你可以說有收入有錢賺就行了 你只有他什麼收入 或者是 但是我們看到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的本業不多賺錢 17億收入你只賺1億 你的 net profit margin是低到爆 是低於10% 好了 他介入其他收入之後 就有2億4 OK 這個呢 就是第一個 大家要留意 什麼叫其他收入 第二 產能利用率 如果你的國家發展得這麼厲害 你華為真的要這麼多手機 華為真的這麼好賣 買斷市 就是那個中心要爆廠的生產 他的產能是越來越低 由80%到77% 從77.1%到76.8% 就是他有這麼多晶圓的設備 但是他沒有開足 為什麼呢 需求低 沒有理由的 現在一個人都要AI AI那些 在說高製程晶片 我當你7納米 是做一張接近虧一張 我們估計 不要說虧一張 一定賺多錢 那你唯有靠其他低製程那些 低製程那些 就是產能過剩 所以高的那些不想生產 低的那些也不想再生產 那產能就越來越低了 對嗎 那你只看這個數字76.8% 你也知道究竟中心 究竟前景是怎樣 是不是你想像中這麼興奮 突破重圍 將來不知道 現在看起來 中心這些就叫做瓦子吃黃年 好 接著 這些不特別的 中國的市場佔八成 沒什麼特別的 好 好 重點 剛才說的 那個所謂的其他收入是什麼 原來只是利息收到1.8億 1.8億也不少 如果是美金1.8億 美金1.8億 大約是十幾億人民幣 一季賺到十幾億人民幣 只是利息而已 這間公司很厲害 它本業賺1.4億 它本業賺1.8億 它利息收入是賺1.8億 那你只做收息好過 好了 繼續 我是很好奇 究竟它有多少錢可以賺到一季賺到 1.8億那麼誇張的利息收入呢 這裏就看看它的資產流動性 現金 現金等價物 即是十批錢是用來收息的 六十億美金 六十億 喂 六十億 我當你中國三利息 其實是沒有的 我當你有了 即是大約是十 十八萬左右 是不是十八萬呢 先計算一下 六十 沒有沒有 六十億 六十億 六十億乘以0.03 十八億 不是 神經病 六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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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八 是 億八 如果除了每季 你每季都是幾千萬而已 為什麼你可以賺到利息收入億八呢 這是我解不通的地方 你叫我去揣測 當然是補貼 這條數是看不到補貼的 那你猜中心會不會沒有國家補貼呢 那你就問 那為什麼不寫明是補貼呢 因為怕更加被人制裁 加關稅 在外國都不買你 有機會買的 是吧 所以盤數呢 大致上是這樣 我跟大家總結一下 就是 第一 毛利跌到剩下16% 剩下跌一半 net profit margin 剩下跌到剩下10% 這是第一 第二 你的其他收入 你的利潤是一億八 但是你利息收入 不是 你的利潤是一億 但是你的利息收入所謂有一億八 而我就這樣算 我又不覺得你有這麼多錢 這是第二 第三 產能越來越低 原因 可以推論的 就是因為你成熟製程 做不到 忘記說回 Financial Times 估計 這個中心做7納米以上的良率 是台積電的三分之人 什麼意思呢 台積電是九成幾是良率 那就是說他做一百塊晶片 有九十九塊都可以用得 可以買出去 你是只有它三分之一 就是可能你的良率 連一半都沒有 我就當你四成了 就是說你做一百塊晶片 只有四百塊能夠買出去 那你說成本多少呢 就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做成熟製程的 做出來都是善 這個叫先進製程 成熟製程那些 整個中國 你做到別人做到 就是鬥便宜鬥賤 看看你的半導體產業 燒錢燒得多久 所以有見及此 那你見到中心 就是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 跌一是跌8% A股的中心不是很跌 很遲 A股中心不是很跌 是港股裡面跌 是不是 那為什麼呢 我猜一是因為業績 第二的可能是 都是有些外國的資金 都還有些的 還未走完 怕什麼 怕制裁 一個命令頒下來 美國資金不能碰 到時的股價 就不只是跌到這個程度 所以聞到味 就先走了 我們藉著這宗新聞 看看中國的第一半導體晶片廠 的真實情況是怎樣 今天講什麼呢 主要講兩個 這幾天很重要的中國議題 包括 就是中證監捐人 大家都知道 A股近來的表現 就相當之驚嚇 曾經跌穿過2600 不是沒有跌穿過2600 就是跌到接近2600 接著就撞了一聲 就彈回到2800 就令到習主席 都是遇駕親征的 究竟習主席的不負眾望 也是用相當之中國特色的方法 去解決問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解決人 所以中證監就在習近平的任內 就第三度換人 第三度 首先是肆江 就換了劉士元 劉士元就換了易會滿 易會滿就換了這個 這個就是吳清 所以今集就跟大家拆解一下 究竟這個吳清 能夠幫不幫到A股 那你是什麼人來的呢 你看他接任這張照片 就好像要他想死 你的樣子衰到 當然了 現在什麼事勢 這個時候 還有證監 應該不會理會市場 會不會升還是跌 譬如香港證監 通常香港證監會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香港證監通常出現 就是有人做市 沒有高隆低 內幕交易 操控股價 證監不會理會市場 會不會跌的 如果市場會跌 證監要出來負責 那就糟糕了 香港就應該換28次人 香港由3萬點 3萬點跌到1萬5點 糟糕了 3萬點跌足1萬5千點 如果跌一成要換人 應該換了十幾個人 所以證監 不是去理會市場 是只管大家有沒有跟規矩 有沒有犯規 但是中國當然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市跌 皇帝要揹飛 皇帝現在會影響國家根本 要搞到一群網民 在印度駐華大使 美國駐華大使 那裡留言 有肉國體 所以就要找人負責 這樣的時勢要上任 就只是推他去死 怎麼搞呢 人們是要沽股票的 那你怎麼搞呢 好了 我們先講吳清之前 講一下對上幾個 就發生了什麼事 首先講過 這個就是吳清 對上就是這三件頭 這三件頭就是 翹江 其實不知道是讀肖還是肖 但是肖江 樓市員 和易會滿 第一任 肖江之收皮 就是2015-2016年 我不知道有沒有網友 熟悉2015-2016年發生過什麼事 我是很熟悉的 因為2015-2016年的時候 正正是我做股票的時候 我就正正見證著 這個A股大時代 就跌到混蛋 A股就跌了一半 差不多 我們2016年搞個熔斷機制 結果再暴跌 我記得當時我出了一個Post 就是這個大時代裏面 初時丁蟹集團上市 被陳韜韜玩對嘲 就說這幾隻真的不認識 就是這個情況 又搞熔斷 結果跌了一半之後 整班網民就屌爆肖江 又抗屌他 就告證監和肖江熟職 不作為 令到股民遭受重大損失 所以2016年1月20日 就趙港鄧東姑 就被農行董事長劉士元接任 那時候還要好笑 他還要被人說的名字很容易投 因為是牛市 我們還要說 要是你劉士元讀什麼 要是他劉士玩完 要是牛市玩完 要是牛市玩完 怎麼讀都是不老禮 又真的中了 真的由他2016年上任 去到2019年 整個A股劉士又玩完 劉士又玩完 結果這傢伙更瘋 結果他下台後 還要被徹查 就是公開發表不當言論 缺乏政治警覺和保密意識 為官不廉 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取私利 違規安排他人到金融系統工作和提拔職務 為親屬違規購房打招呼 收受禮物禮金 一連轉 死了 做官做得這樣 鑑於主動投降 投降輸一半 重慶處理 只是留黨觀察就處分 就是這樣 他說過一些很瘋的事 他最出名是2016年發表過 中國股市是妖精 他說希望資產管理人 不要當奢淫無盜的土豪 不要做興風作浪的妖精 不要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 他說資本市場不應該允許大岳呼風喚雨 對散戶剝皮吸血 要有計劃把資本大岳捉回來 那時候捉了趙建華回來 1919年就修皮了 之後到誰呢 就到逆匯門了 到逆匯門了 逆匯門呢 就是這樣的 當然也是出來了什麼非 逆匯門當時就是 公行 首先樓市員就是龍行 逆匯門就做公行 結果呢 又什麼非 又糟糕了 但是呢 這次就炒了 就叫做吳青上任 我想先說 現在就普遍覺得逆匯門是糟糕的 因為股市跌到糟糕了 習近平就顏面無存 但是呢 你看回舊的新聞 其實早於上年年初 已經傳逆匯門是會掉走的 亦已經傳吳青是接任的了 所以呢 我想撇除 是不是因為A股差 所以 調走 即是燈了逆匯門 以及請不清 因為A股一直都差 所以我不想用這個 做一個 作為一個 一個factor去談 究竟是不是因為A股差 A股一直都差 A股都沒有好過 所以anytime炒人 都有這樣的傳聞 那我們就不要理他了 而第二呢 其實亦都傳亦會門 調去銀保監 現在無論是銀監 保監 或者什麼差監 都是under一個新的 叫金融工作管理局 給習近平一把爪 即是習近平親自管理所有跟金融相關的東西 成績就有目共睹 好了 這個時候 大家對吳青 就最有興趣了 究竟他是哪裏過來呢 他呢 你可以說他有上海背景 這個第一個 我們稍後再講講 吳青就在2022年的時候 然後呢 就是第20屆的後補中央委員 當時呢 他在吳青做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 在做上海副市長 所以呢 第一件事 他是李強的人 或者是屬李強 李強現在做副總理 所以他就是同一系列 也可以說是習近平 如果習近平信得過李強的話 當然也信得過吳青 你可能會急不及待地問 那是不是真的上海幫啊 我從兩個角度看 我第一件事 不要再說什麼事上海幫 根本就沒有反對 沒有人有能力去反對習近平 你說的上海幫 都以前是江派而已 都收皮了 是不是 如果習近平去用一個上海人 如果他是上海幫的 就是說 第一件事 習近平已經收編了上海幫 或者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他無可奈何 都要用上海幫 因為上海幫就是管金融的 其實無論哪個原因都好 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經崩潰了 是不是 如果你是收編了的話 你都不懂得金融 不好意思 不應該這麼嘈吐 我放課今天打太 是不是 你都不應該 你都不懂得金融 你都不懂得搞 你取締了上海幫就沒有人搞 又或者如果你迫著 是因為要妥協要用的話 就是說 因為你搞不定 其實結論也是一樣 就是搞不定上 搞不定金融體系 所以 也不需要談論 是不是上海幫 吳青做上海副市長的時候 他在上海的證券交易所 即上交所做了兩年 之前他在做上交所的時候 也都在證監做過不同職位 當中他堆壞了幾十間證券公司 所以他的花名叫券商屠夫 這樣 好了 他在2022年 即兩年前 在一個新聞發布會 提及關於上海的開放 好可愛 即上海的發展 他說 上海的發展 離不開外商投資 要不斷擴大開放領域 加快 差點廢話 所以就這樣看 我們看到幾個背景 第一 上海味道很濃厚 即是金融的味道很濃厚 外資味道很濃厚 還有 他有個肚子叫券商屠夫 你問我 當然我沒有詳細研究的底細 但就憑這幾件事來講 第一 券商都死死下了 你現在是不是要收緊券商 收緊券商 包括那些 你不准做融券 你不准做沽空 這個又不准 那樣又不准 那樣又不准 那他就不玩了 是不是 你這個時候 是不是要收緊呢 我就真的不敢說了 你越收緊 即是說 越干預市場 越計劃經濟 現在你的資本走 就是因為你規管太多 那些錢走 即是其中一個原因 你如果還要再加強規管 再打這又打老的話 正常呢 其實就越少錢進市場 這是第一件事 好了 第二件事 他是知道要吸收外資的 起碼把口也會這樣說 我也相信上海 是一個需要吸收外資的地方 但問題是現在中國怎樣吸收外資呢 你不改變你自己 外資是不會回來的 無論你是經濟的問題 金融體系的問題 或者外國對你現在中國的疑心問題 這件事 你除非要是改制度 要是換人 要不然我看不到有改變 所以 換人 我們不會知道換人之後有什麼影響 有一個朋友發給我的 他以前 逢我換人 市場都會反彈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其實我不是信不信 即是淡就淡 有多難 即是你現在 都被操控了 其實是不是呢 都不敢說 所以你新官上任 沒有的 大家可能給你面子 大家不要沽著 看看你有什麼招數 過了一會 你沒有什麼招數 那些人繼續沒有錢 繼續需要變演 繼續需要斬倉 你都擋不到 我們拭目以待 究竟這個吳青 究竟夠不夠的A股呢 那就再看了 你火5元 中火10元 大火20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 立即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 拜拜